嗨 今天我們聊過兩個星期沒見 今天又在這裡做Facebook Live 因為如果我用電腦的話 我還未學會怎樣在電腦上做到YouTube Live 所以今天有點混亂 我現在等聽眾進來 等待聽眾進來 我會分享一些連結到不同的Facebook網站 讓人知道我們居然每星期有做的 這個小朋友企圖偷媽媽的飲品 是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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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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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偷媽媽的飲品 我放在這裡 我的飲品 今天我常常想速戰速決 即是一次過講完之後 就去睡覺 我每次都這樣說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過時間 很神奇 希望我今次可以成功 好了 現在分享最後一個 我就會進正題 今天的正題是什麼呢? 是講故事 為什麼要講故事呢? 就是因為太多人很容易 聽到人說完之後就相信 首先我自己 我知道聽眾大家 不同的人 不同的宗教信仰 不同的非宗教信仰 即是意識形態的信念 但是呢 都要講故事 我自己本身由於佛教的關係 很多人未必真的了解 知道佛教是怎麼一回事 就會以為 包括我以前的拍檔 以為佛教很迷信 什麼都拜 什麼都信 什麼都天話 為什麼我要提 他講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 佛教最不主張的 就是 說的就是信 明白嗎? 例如外面有人跟你說 不要生酮 生酮你會生腎石的 你不要生酮 你會死的 生酮你會肥的 你會脂肪乾的 你會生癌症的 你會生癌症的 如是等等 有什麼東西 陪著媽媽做節目 這個介紹給大家知道 是我的新的寶貝仔 叫做Rosemary 她就這樣看著你 就已經會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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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到那裡 就跟到那裡 現在就跟著媽媽做節目 你告訴大家 你多大好嗎? 你是不是只有四個多月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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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Rosemary和哥哥姐姐說Hi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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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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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正經事 所以 當別人跟你說 我生酮會生腎石的時候 理據是什麼 說會脂肪乾的理據是什麼 他說會不會咬得這條紙拉 他說會生癌症的理據是什麼 或者是吃開會肥 那理據是什麼 我知道 因為有聽眾很好心地 就傳給我 某些不知道什麼 台的一群人 就去玩什麼 千萬不要生酮 生酮危險 生酮危險 致命 等等 別聽神台亂說 對 好 我絕對不介意有人挑戰 我去說 我說的東西不對 這是沒問題的 你想想 說真的 學術界 醫療界 喂 小朋友 打屁股 都不斷地咬 你想想 我說了很多次 從幾十年前 Ancel Keys和John Econ 在那裡咬就是咬 到底心血管疾病 的原胸 到底是唐靈脂肪 對吧 這個是 故有永有 至古以來都有的 但是 在你們聽眾 聽到的時候 你應該用什麼態度去處理這件事 第一 這個時候 我就要把一些佛教的角度套下去 就是 好了 這件事你聽到 它是不是第一時間刺激到你有情緒的產生 例如 我一聽到之後 我很害怕 哇 原來 心痛是會脂肪乾 哇 原來會高血壓 哇 原來會心血管疾病 哇 原來會腎衰竭 好了 OK 你聽到這些事之後 你馬上有情緒 你連那個 隔一隔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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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一下 都沒有 直接就給它 影響了你的情緒 好了 如果有聽過幾集節目的人 現在還在這裡的聽眾 那 你們 那麼容易受人影響 你想想當年2000年的時候 很多婆婆 受千年蟲 那些人說 是啊 生蟲啊 你要盜蟲啊 是不是 其實不是婆婆特別蠢 是婆婆 沒有機會上網 一個年紀大 她未必會上網 但是 聽到這個節目的 不管你是YouTube Live也好 還是Facebook Live也好 很明顯你會上網 很明顯今時今日的你們 不會不懂得上網 其實 如果你懂得上網 你可以去Google 去Research 我其實之前放過 在生童感受的項目上很多次 就是一些我個人 Approve of 我認同的 一些網站關於生童的 的資訊 不是全部都可以的 很多是好流好錯的 但是我分享出來的 如果你要看回那些帖 或者可能明天後日 記得的話 我又再發帖出來 其實是 我分享的那些是 不是一個隨便生童了兩個星期的人 沒有任何的 醫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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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可能他們沒有生童 有可能他以為自己生童的方法不對 所以弄成這樣 也有可能是 其實他根本完全沒有生童過 根本不知道是什麼 但可能聽到我正在做這個節目 似乎有些聲音 有些反應 有些人聽一下 那找機會出來抽水 好了 我就沒有花時間去聽別人的節目 因為那句話 阿姐有很多工作 阿姐很忙 問題是 他們有沒有任何的醫療或醫療訓 是可以讓他們有權力去討論我所說的事 可能你也說你也沒有醫療訓 你也不是醫生 但其實我有訓練 我有一部份訓練 我正在讀醫療訓練 如果想知道腎上腺的功能 到底有多好 有兩三個測試可以在家裏做到 晚上關燈 在環境燈的眼睛適應後 開了一個微弱的光 對著鏡子照自己的瞳孔 看你的瞳孔會否藏起來 像貓一樣 藏起來 就不會再賺錢賺錢 如果腎上腺弱的人 是會賺錢的 有可能會賺錢 這個更嚴重 或者賺錢賺錢賺錢 站起來馬上再量度血壓 第三個用一個匙巾 戒肚 不是刀 匙巾 看看自己的腎上腺的功能 如何 這些是有醫療訓練的人 會知道的事情 包括醫院 如果要檢查位置 是不是Edison's disease 都會用最後的時間測試 喂 弟弟 做什麼 貓是真的和善的關係 你想怎樣 你不想進入籠籠 是不是要進入籠籠 你乖不乖 醫院都是這樣檢查 Edison's 據我所知 因為我有工作跟醫生 這樣 好了 這三個測試 你可以不用錢做 如果你做了 發覺 大波 我三個中兩個 或者我有問題 我覺得很糟糕 這個時候怎樣 你可以 如果你想要 你約我 幫你做那個口水測試 得出一個full report 千萬不要以為 我有特異功能 可以透過 你Facebook 發訊息給我 告訴我 哎呀我沒有受到 哎呀我脫頭髮了 哎呀我受得太重要 真的有這些人 我收到幾個 我受得太多 她現在很擔心 哎呀我真的覺得很崩潰 為什麼你們受了很多 受到害怕 然後呢 我就是 都是這樣想 我當然知道為什麼 都是這樣想 但是恭喜你了 喂你做什麼 不准啊 我們要回籠的 媽媽要困住你的 你不要以為你可愛就可以 嗯 嗯 過來 嗯 過來 殺了她 殺了誰 這隻 不行 這麼可愛 嗯 瘦也要害怕 是否好笑 是太瘦 上一集有一個是這樣的 然後有一個是 變了是朋友來的 就是阿好好太太 她好笑的 她又發給我 就是WhatsApp 發給我 就是 救命啊 然後拍著個磅 我的身體脂肪剩下15% 我上一次檢查是17% 然後我的反應就是 這樣就好 你不可以做Supermodel 好 好 回答回 到底你是瘦得太多 還是瘦多少瘦不了也好 我想問你們 你有沒有檢查過你的Macro 這麼簡單 是不是 心同蟹 你知道的準則是 高的良性脂肪 極低的糖分 碳水化合物 還有適量的蛋白質 嗯 乖或抱著就 嗯 問題是 什麼叫做適量的蛋白質呢 什麼叫做 可的脂肪 而有大量呢 一個 六尺三寸高 210磅的運動員 的脂肪 攝取量 和媽媽的攝取量 會不會一樣呢 你覺得 媽媽只有五尺六 OK 那你明白嗎 如果你沒有計算到你的Macro 即這三樣東西 脂肪 蛋白質 和澱粉 的每日攝取量 你怎麼知道 你吃得對嗎 其實這件事 你不用找我幫你走 你自己上網 入回你的年紀 身高 體重 都可以檢查到 你做什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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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上網 都可以入到的 不需要我幫你 但是 如果你沒有一個 你怎麼知道 你自己做的事 對不對 這個就是 你自己必須要 你做 或者是 我幫你做的那一部分 對不對 你做了之後 你知道了 OK 我每日舉例 我的蛋白質 是需要55克 然後我的脂肪 是110克 而我的 澱粉質 澱粉質 就因人而異 為什麼呢 你說這樣是不是 生酮都一定要是低澱粉 我說對 但是 你不同的情況 也都會有不同 例如 癌症的澱粉 是低得你不順 而一般人的話 為什麼呢 從20到50不等 看看你自己 不過 你的要求 你想做的是什麼 你想瘦 還是你想保持住 還是 你是預防什麼 不同的疾病 這樣 所以 你不要 都是那句 你不要當我是先知 你不要當我有特異功能 可以透過 你的Facebook訊息 我就可以判斷到你 到底是 什麼情況 還有 做錯了什麼 喂喂喂喂 不如你進去房子裡 好嗎 你這樣讓媽媽專心 不要做節目 你現在就落地 你想選誰 落地才行 你再不乖 你再不乖 我就放你進去房子裡 因為我如果連你 一段時間以來 你吃什麼 我當你是一天吃三餐 我又不知道 兩餐還是一餐 你的三餐是幾點吃到幾點鐘 還有 你的內容是吃什麼 因為你不會相信 我會收到一些訊息 去問我 啤酒能否喝 有哪個牌子的米粉 或者公仔麵 值得 是否很神奇呢 當然你們也應該有經驗 聽過不少人問 蘋果是否值得 橙是否值得 這個時候 其實這個動作 我已經做過了 之前 我又再做一次給你看 這個是Google大神 對不對 OK 喂 不要走 Google大神 很簡單 我可以暗一點 是否會好一點 試試 Yeah OK 我現在就打了 Apple OK 這樣 OK 怎樣 怎樣 喂 喂 為什麼不行 喂 還是光一點 會好一點 嗯 Let me try Why 科技這件事 真的不是我的脚口 OK 試試 Apple 暗一點 好一點 Apple 打NU 可以嗎 Apple NU 就會第一個跳出來 Nutrition 第二個就是Nutrition Facts 好 按下去 Nutrition Facts 好嗎 OK 那你就會見到 這樣 Apple Fruit 你見不見到 已經立即有個表出來了 OK 拉下去 看看 看看 看 看 看不見到 Total Carbohydrates 14克 Dietary Fiber 2.4克 Sugar 10克 看不見到 你記不記得 生酮的話 一天不可以超過多少 是不可以超過20 而這個是100克 那好吧 如果你的蘋果 大於100克的話 我給你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平時看到 所謂的華盛頓社果 OK 就大約是19克 OK 所以 其實 是很簡單的 你真的的確 是可以 借Google大臣的幫忙 去打 第一個你想知道的字 再打NU 它就會跳 Nutrition 和Nutrational Facts 好嗎 所以這些是不用問我的 OK 在節目中 我們會講書 我今天主要是和大家 個案分享 明明 個案分享有幾個 有幾個都很興趣的 現在你們留下言 我會喝一口東西 OK 好了 我收到的問題 很多 例如 中醫說 中醫說菜不可以生吃 好了 我想說 本人是非常喜歡中醫 本人覺得如果有什麼頭暈真情 我都是看中醫 事實來的 但是 你一定要記住 所有聽過這個節目 聽過這個節目的人 都要記住 這件事 就是 事約三分讀 這五個字 OK 上一集 兩個禮拜前 我說了腎上線 還沒講完 不要想這麼快就講完 有時間都還沒講完 說了腎上線的時候 我拿了一瓶 我自己有吃的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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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後面 給你們看 白板寫 裡面有什麼 草本的成分 OK 我一瓶 一瓶 我已經說了 裡面 這幾個東西 可以幫助到 這個 神物和神物 在中醫角度 但又補不到神物和神物 ABCD 補到A和C 又補不到B和D 這樣舉例 OK 我一再強調 不要認為這個世界有Miracle pill 有一個神奇藥丸 你吃了下去 百病全燒 你吃了下去 什麼不舒服 頭暈身性都沒有了 如果這個世界有一種這樣的東西 我會很樂意吃 我也很相信這顆藥丸 我會吃不起來 因為會百病全燒 我相信只有那些最有錢的人 才能吃得起 OK 因為這個世界沒有這件事 你明白嗎 OK 所以不要再 有一種迷思 就覺得 嘩 我很想知道 哪樣東西吃了就馬上可以了 我脫頭髮了 我應該怎樣做 我有尿酸了 我應該怎樣做 要記住 我這個節目 和我的主張 從頭到尾 你看到他的頭 我不會 介紹一種藥給你們 一定不會發生的 因為我不是醫生 說了很多次 我不可以 去 推薦一種藥給你們 但是我會不會 推薦一些 所謂的製作 就是營養補充劑 天然的 草本的 或者食物性的 我會 但在一個什麼情況下 我會這樣做呢 就是我見過你 我知道你在什麼情況之下 什麼情況 吃什麼 你的身體症狀是什麼 有需要做測試 做測試 不需要的 可以直接說 起碼我知道 你發生什麼事 我有什麼可能 會隔著 螢幕 我未見過你 不知道你的情況之下 我會推薦一種藥給你 我不會的 你問我 作為一個 純粹人 我根本覺得 這個世界不應該有 超過度的藥 即是所謂的 你直接在藥房裡 直接買到 你覺得現今社會 我們吃的藥還不夠多嗎 即是醫生還開得不夠藥嗎 藥廠不夠多 生產品推出嗎 不如如果你覺得藥 是What you need的話 你不如試一下 什麼都不吃 只吃藥 你看一下會不會好 不會的 你身體 賴以維生的 是食物 不是藥 而我讀的其中一份 叫做Functional Diagnostic Nutrition 聽清楚是Nutrition 我讀完這個 我才會再去讀Functional Diagnostic Medicine 因為人沒有了Nutrition 即營養 是不能繼續生存下去 到時我理你 吃多少粒藥丸都沒有用 試藥三分讀 所以千萬不要預期 我會在這裡和你推介 我和其他那些 類似的養生節目的主持人不同 我不會說 例如黃精 不是拍戲那個 黃精多好 你們買吧 因為我有 我不會 或者說 舉例 這一瓶 我拿著的是什麼 是Maka Maka Maka 被鄰近地區炒到 超級壯陽弱的 Maka 我自己有食物 因為我知道自己的情況 我會說 或者如果我見過你 我覺得你是對的 我會跟你說 但是 如果在節目上 就這樣推 一件事 似乎說 所有人都適用 是極度不負責任 因為 我不瞭解你的情況 第一 第二 舉例 上次說過 腎上腺的功能障礙 其實在我角度看 是認為 是中醫所說的腎虛 但是 是不是腎虛就是 有一種藥 例如舉例 有一種藥叫做淫陽霍 吃了你就可以 或者是巴激天吃了你就可以 還是你應該吃熟地 又或者是河手烏 那你就會說 全部混在一起也可以 那比例又怎樣 你明白嗎 所以坊間我看到那些 保腎藥是很妙的 為什麼我這麼妙呢 中醫說的腎是最複雜的 因為其他的五臟六虎 當中 腎是最複雜的 因為他帶來先天父母的 精血 就是陰陽 那一部分 還有腎精化 生腎氣 你要我說的話 我可以說 一集 兩集都可以 三集都可以 你只說腎精 怎樣 有什麼功能 怎樣做什麼 然後再說腎氣 又第二集 第三集 是腎陽 第四集 你明白嗎 但是 是不是他們四樣東西 是 mutually exclusive 意思就是說 我是腎陽虛 我就不會腎陰虛 我是腎氣虛 我就不會腎精 或者腎陽 腎陰虛 未必 有一個人 他可能是四種腎虛 中三款 或者四種中兩款 或者可能很單純 還是一款 但還是那句 我隔著螢幕 我怎麼知道你是哪款 對吧 比如你叫我回答 Maka Maka 是對腎陽虛 和腎氣虛 有幫助 OK 好了 我只能說了那麼多 但是否適合你呢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如果 好像上一集 這樣 這個小孩很頑皮 上一集 我拿完一張 我只不過做個例子 去告訴大家 有什麼什麼 好 接著 有聽眾不懂 就在一個項目 問 就說 啊 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想要個名字 我已經不回答 怎麽知道 有人更加不懂 就找到連結 給他 我一看到那一刻 我就刪除了 為什麽我刪除了 因為 他在四種腎虛 他只能夠 deal with 其中兩款 萬一你不能夠兩反 那你吃了下去 那你會怎樣 你便會延誤了 你的情況 其實你的腎上線 繼續 去 去 繼續變壞 而你以為你在吃東西 是幫他 做什麽 下不來 坐在上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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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看看 你們的留言 給我一秒 所以如果再有人跟你說 如果再有人跟你說 哎呀不要 好 嘩 這麼多留言 突然間彈出來 這麼多人害怕 剛才一直不動 你知道嗎 OK 你們繼續留言 我會有反應 我只不過需要一點時間去看 因為 傳說中 男人是沒有一心二用 我相信他是男人 沒有 因為我真的 的確是不能一心二用 咦 咦 怎麼出了兩次 我想問 你們有沒有看到 是斷了 我不是分享錯了嗎 Oh my god Let me delete it 等等 還是那句 科技的東西真的和我沒有什麼關係 嗯 可以在電腦上 小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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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頂 我看不回之前的訊息 先看看 先看看 現在一個聽眾 我刺爆你吧 不怕 OK Sophia Lee 她是瘦了 11kg 對上一次 她更新我 OK 而我另外一個 是瘦到害怕 每次都收到她的訊息 說瘦到害怕 我不是跟你說 很好 先生 瘦不到 很好 太太 瘦到 拋頭的 兒子 對夫婦 很好笑 她們的談話 很棒 而且她本身 有很充足的 醫療訊息 很容易溝通 一說就明白 但是心理障礙 這個時候也要出賣朋友 就是 初時 老婆瘦了很多 老公受不了 老公是 游泳健將 游泳拿獎 但是 她一想 自己的內臟脂肪 11.5kg 她整天都崩潰 她整天都覺得 綁是不是壞 然後 我的反應就很壞 我說 你真的以為 這些瑞士卷是流的 OK 因為她以前 去游泳之前 會拍四個瑞士卷 我知道她正在聽說 四個瑞士卷 然後去游泳 大哥 你當然會這樣 你以為 那句瑞士卷是流的 你現在的胰島素 有做事 你知道嗎 OK 到我跟她說 喂 我說你要剪掉這一堆東西 我說 還有你要對付 你的胰島素高企 OK 她怎樣會高企 回頭說給她聽 因為 因為你不停吃東西 刺激她 為什麼 你讓她休息一下 是不行的 妳必須不斷遮掃 姿嫌 Shelley 而她 的胰島素 一邊分泌 就會有事情發生 細胞就不聽完 血糖就不降下去 好像媽媽罵孩子 每天都罵孩子 孩子就不會聽你說 你大聲也沒用 所以這個時候 基本上是common practice 我們叫做standard of care 醫生就會給你更加多的胰島素 崩潰 為什麼更加多胰島素 你不要再刺激胰島素這麼高期 你不應該降低 別這樣喪食 例如那些會刺激胰島素分泌的 有糖的 即是澱粉質 或者直接的糖分 麻煩你不要吃 還有更重要是什麼 就是輕斷食 我見一些 patients 或 clients 的時候 我會教他們 別想試三天 真的不要 有一個聽眾最近留言說 他想試48小時 但他受不了 所以他最多的是24 我會跟你說 不要一來 給自己一些時間 剛才我說的那位運動健長 浩浩先生 泳婦男 他與我沒有見過 只不過他打算游泳 是怎樣的 就是 他一直吃很多的carbs 因為他做運動 他覺得 我的貓造反 要吃carbs 你才會有爆炸力 才會有力量去做運動 所以從幾個堂之前 就會吃四個瑞士卷 還有吃飯 早餐一睜大眼吃 我就說 其實你們如果想嘗試輕斷食 我非常推薦 不只是我非常推薦 是真的有良心的醫生 都應該非常推薦 包括Dr. Jason Fong 包括Dr. Mercola 很多醫生 還有Dr. Sivrit 我經常都說 他直接說 你最好防範癌症 就是一年有一次 七天只喝水 我留下我每年 爸爸的生死記 死記和火化 過一個星期 去做一件事 但是大家都可以試 但你是不是一來就試七天 不是 你一定不行的 當然如果你是那次十號封球 困了上山的兩名鄰近地區的男女 在山上困著一個星期 走不下來 那你一定可以 因為你不能選擇 你一定可以 但問題是 如果你留下有美心 和翠華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了 這是現實 那你可以怎樣呢 有些婚醒 你不覺得你會死 你就不要吃東西 你會盡量移動 你明白嗎 即是你平時 或是以前你一睜大眼那一刻 為什麼我做新節目的時候 你們這麼生眼 我想問 你為什麼要玩追逐呢 喂 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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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點 九點 九點不就再嘗試移動到十點 你一天吞一個小時 你吞一吞一下就可以了 還有記不記得我教你們防彈咖啡的 咖啡 倒入攪拌機 然後 砍牛油 一匙 砍椰子牛 一匙 然後 加 stevia 即是甜菊葉 不要再問了什麼代糖 我說了一萬次 就是甜菊葉糖 以及羅漢果糖 都可以的 還有一種叫做Erythritol 我忘記了中文叫什麼 這三個都是可以的 通常甜菊葉糖會混成Erythritol 為什麼呢 便宜一點 Erythritol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種 sugar alcohol 即是糖酒精 照譯就是 意思是 它甜 但你身體沒有能力把它分解 因為你的身體沒有這種 酵素M-sign 把它分解 直入直出 而羅漢果糖 和甜菊葉糖 在下本人是用甜菊葉糖 為什麼呢 這兩樣都是這樣 有甜味 但沒有糖分 完全不會刺激 你的胰臟分泌易倒素 明白嗎 你把咖啡、牛油、日子油、甜菊葉糖 放進攪拌機後 就打 為什麼要打 因為你不打的話 油就放臉 很恐怖 但你打後發生什麼事 就發現沒有加到咖啡伴侶 那些品牌出來 不重要 情況之下 都會很奶油 因為整件事變成乳化作用 水和油融合了 要透過高速打才會這樣 如果你說 好像我現在 上一集那個 說自己瘦得很害怕 很不想再瘦了 或者我現在 另一位好好太太 好好先生的太太 又跌了 覺得15%的身體 怎麼辦 不如我和你加換 她的工作比較清閑 她的工作比較不太大壓力 所以我告訴你 我10月就會瘦了 給我多一點時間 我會很瘦 我會瘦到大風吹會吹起 打風的時候 會擔心我的安危 但我9月還是很大壓力 所以我還是沒怎麼動過 放鬆 當然了 我的職業也會令我很難 要吃得很準成 好了 防彈咖啡 技術來說是 一匙牛油 一匙椰子牛 但是如果 你是剛才那兩個 在耍命 說自己很害怕 我不要再瘦了 那就加夠兩匙 兩匙椰子牛 兩匙牛油 明白嗎 很簡單 還有 你打到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可能最後10秒 你會放多一匙的 無糖的 或是雙糖 下去就可以了 很簡單 而且最重要 你要計算你的 Macro Macro是會變的 還有你的Macro 如果你要增肥 例如我的肌症患者 他要增肥 那我就要加大一點 這個 這個是阿姐的專業 你明白嗎 我讀這件事 然後 不要了 我現在是完美 我認為自己已經超級模特 千萬不要叫我肥動手 那就持續 還是計算 還是要瘦 就要增肥 即少了 好 好 看留言等等 千萬不要入石亂途 麻煩我撿保利大幫幫手 不要再相信突然之間 哎呀 那個東西很好 哎呀 剛剛剛剛 赤祖堂 Auntie Jerry 你說得對 呂王會出書嗎 有人跟我出書才可以 自己出櫃嗎 是否輕斷吃也有肚餓的感覺 你會肚餓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未肥肥 我不是意思說 你肥肥後一輩子都不用吃東西 一輩子就變得很短 很簡單 歷史上有一個人 382天在愛爾蘭的死肥仔 很肥的肥仔 他當然382天不吃東西 是有醫生的照顧 他沒有吃382天 也試過幾十天不用去洗手間 簡單 你沒東西就沒東西出 有點難明 但他們是有給他一些 因為如果你是短時間輕斷吃 或者是斷吃 等等 就沒問題 因為你的骨頭裏面 是有礦物質 而你的脂肪存了很多維他命 脂肪另外還有什麼 就是膽固醇 和三酸甘油脂 膽固醇我找一集會說的 你用心聽節目 最重要是在問問題之前 先聽之前的節目 因為最大機會 你問的問題 是之前已遇上了 知道嗎 很乖 穿著很合身 嗯 好了 這樣 在說什麼 我忘記了自己在說什麼 繼續看 OK 肚餓 不好意思 Daniel 沒錯 OK 你會肚餓 你未肚餓 肚餓 肚餓後 意思是你身體已經能夠全面 聽清楚是全面 全面 OMG 江思明剛剛再問 馬卡怎樣吃 一天吃多少 我想問你是否從頭開始聽 這個節目 你聽到我之前說什麼 阿拉伯文 你聽不到我說什麼 是應該會這樣嗎 我講來講去 我真的要罵人 我講了一萬次 在我不是親身見屋的人 的情況之下 我不會推薦你吃 那你試試一天吃一噸 或者一天吃零 OK 我不會推薦 食用量 我怎麼推薦 江思明 我看都沒見過你 我根本不知道你平時是吃什麼 你是吃空氣 還是練鮮 還是Kelogenic 我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我怎麼推薦你 你是不是玩東西 會不會聽的 你是不是從頭來聽的 為什麼你會問這些問題 OK 繼續吧 Daniel 我們回到後 就是當你的身體全面 用到脂肪作為能源 全面 你要記住 有聽眾問我 我驗你已經止息了 但是我想告訴你 其實你不吃糖分 兩三天都止息 有什麼特別呢 你不吃糖分 兩三天都止息了 不代表你身體能夠全面使用到脂肪 因為剛才的好好先生 游泳之前吃四個瑞士卷 那位人兄 他是差不多兩個月 絕對沒有少 兩個月他才能夠全面用到脂肪作為燃料 他那時候扭氣 我不要輕斷直 我輕斷直我會暈的 我會不舒服 哎呀我會有一個hypoglycemic response 這個叫低血糖 我會不舒服 我不行 接著我跟他老婆 死地在碰他 沒事的兒子乖 人類是可以不吃東西 很多天都沒事 如果不行的人類滅亡了 你相信我們 我跟他老婆夾手夾腰 他就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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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準備出賣你了 我把他的訊息寄給你們 好嗎 OK 很棒 我們有group chat 你知道嗎 這樣 OK OK The fastest speed this year without any food 在沒有吃東西的情況之下 哇 是今年游得最快的 比上星期更快 拜一分鐘 一分零十秒 一分零十秒 OK 比上星期更快 啊哈 OK 這個就是之前 耶耶耶 我不吃耶耶 那個 因為他說 如果他不吃澱粉酒油的話 他會沒有力 我想說 很多個世界運動紀錄保持者 都是 on keto diet 的 OK 包括我之前 post過 這個 生酮感受 然後呢 你呢 多多包容 包涵 是什麼呢 就是 我post的東西 是英文 沒有辦法 因為為什麼呢 太多 中文的網 去講kido的 我之前說過 是太流 所以 不能夠share 你看了之後 也不想你做多些research 你才可以相信他 而且老實說 如果你又做research 哎呀 我的腰很怨 你來問我 我是不會剷你的 說真的 但如果呢 你是沒有做任何research 即是 犯來張口 醫來伸手 我怕調轉了說 OK 那 我是會 不回覆 或者剷你 又或者你當我有特異功能 即是剛才那位 江思明馬卡枕楊吃 簡體字 一天吃多少 這些都是會被我剷 為什麼呢 因為 十幾分鐘之前 先後講完 說 我不會recommend 一件事 給任何人 OK 除非 我和你見過面 我和你做過 consultation 我掌握到你 什麼情況 包括你的飲食習慣 你的作息 你的身體情況 你有什麼想要改善 你有什麼不足 或者過多 我才能夠recommend 可以嗎 OK OK Sack Bitter 他是美國的100米紀錄保持者 他把自己的餐單公佈出來 很簡單 其實很多人 我可以不斷分享 因為很多運動員 都轉了 做fat 用fat做fuel 因為 你的身體 儲存到糖 數量是非常有限 之前有聽眾問過幾次 我今天是回答問題 和說故事 所以我今天就回答 OK 如果一集集 都很technical 我相信 你們會暈倒 所以今集就輕鬆些 都是對我好些 輕鬆些 你也好我也好 之後我們 又會突然之間 很serious 好嗎 酸素 你不要吃素材 是浪費的 因為 他的酸素材 全都是99mg 每天吃一瓶都不夠 每天所需 如果健康食 一天所需要5700 正常是4700 我告訴你 人類 基本上 我想地球上不夠1% 不是deficient 缺 甲 尾 鈣 都缺 但如果 江詩明還問 70歲的人可以服用嗎 不如你叫這個70歲的人 見了我才回答你 好嗎 謝謝 謝謝 很有禮貌 好好脾氣 讚自己 好 好 因為如果你的腎上腺是健康的話 記不記得我說過 這個mineral corticoid OK mineral corticoid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腎上腺 其實呢 很簡單 為什麼這麼多人 吃鈣片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 都還是 這個鈣不足呢 就是那些脆骨頭 咦 我的份量是什麼 cheat 糟了 哎呀 看到 OK 好了 你的腎上腺 為什麼我要選擇腎上腺 不過今集不會太多說 就是mineral corticoid 它就是去調節你身體裡面的 礦物質的水平 所以呢 又出賣朋友 阿好好太太 她不斷瘦不特止 她的礦物質 身體裡面的礦物質 包括皮鈣 和尾 都不足的 這個時候呢 就人們 其實是我 不敢要問 她的eldosteroid 有沒有問題 就是說她的腎上腺 在調節礦物質 這一方面 有沒有功能不足 如果發現有不足 當然 就要調節 調節的方法 也都不會是藥物 會是透過草本 一些食物裡面 天然的有效成分 去幫助身體調節 而阿好好先生 就是四個瑞士卷先生 他就是glucocorticoid 就是腎上腺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調節血糖 還有調節血糖 調節血糖 身體裡面的葡萄糖 對代者 有些什麼會感到累 就是肥質上 是肥臟自然 Corticoisic Corticoicosteroid 又是Corticoicose Corticoicose 就是如果 如果醫人有新陳代謝病變 即免疫系統病的時候 會給他們開放肌酸 其實我上一集也有說過 如果你有瘋狂 你睡覺是一個問題 不論你睡不到 或者你的睡覺時間是很難去調節 很難掌控 有一個聽眾跟我說 他正是想吞槍自殺 因為他想睡覺的時候睡不到 到他不想睡覺的時候 他的身體又要睡覺 他即是做不到事 又或是另一個聽眾變朋友 他是有自我攻擊的 身體自我攻擊 其實你們是應該要看看 你的adrenals發生什麼事 因為你的身體裡面 對於礦物質 即是會不會骨質疏鬆 你會不會有電解質的不平衡 包括影響很多 我想說要慢慢說 因為太多 例如你高血壓 我講過的 可以是跟甲不足有關的 而便秘又可能是跟甲不足有關的 而這個抽筋跟鈣尾有關的 對不對 好了 那你說我有補充的 我有吃鈣片 我吃綜合維他命 我有什麼 我有物 有物 這個時候如果仍然這樣的話 就有機會是你的mineral corticoid 就是你的腎上腺功能有問題 你明白嗎 所以如果我很不負責任 拿著一張東西 網台很多都是這樣的 包括電視台都是這樣的 銷售你吃的東西 買吧買吧買吧 其實背後他收了贊助費 又或者說那東西他自己代理的 我現在有沒有代理任何牌子 我當然沒有 那我有一天 如果我會代理某隻牌子 都好 我都不覺得我應該是就這樣賣給你 除非你說維體病師那些 你吃了多了就排出來 這樣OK的 但是 No There is no one formula that fits everyone 肆虐三分毒 Yu Li 不是喝多點水 Sorry 這是我絕對絕對絕對不贊成的 唉 為什麼你們每個都 我得罪點說 為什麼要扮專家呢 是不是每個人都是喝八杯水呢 又是那句 一個六呎三吋高210磅的運動員 喝的水和一個四呎八吋高的OL 是不是喝的水都應該一樣呢 嗯 如果你是有一個 腎上腺功能障礙 就是你的mineral corticoid 你的身體礦物質調節上面有問題 你是不是還應該喝那麼多水呢 又或者你的腎有問題 你是不是還喝那麼多水呢 你明白嗎 沒有一樣東西是適合所有人的 中醫講腎 陰虛的人 很口渴 但是他喝完之後他直接排出來 他沒有辦法 令到水分在身體內循環 那這些人是否繼續喝水呢 如果再喝 他又是繼續無法循環 是繼續尿瓶的 他要怎樣排出來 他喝下去也補充不到水分 就是令到他的腎有更加大的負擔 不如你們在你跳進去 直接落一個conclusion 教人多喝點水 或者教人怎樣之前 你真的熟了這件事先 好嗎 因為是不負責任的 因為你不知道人家實際的情況是怎樣 你去給所謂的advice 你可能害了人 所以我只能夠 我不會over一個節目 去跟你說你要吃什麼不吃什麼 沒辦法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 OK 好嗎 OK 再看留言 而且先保護我的線 兒仔你不要搞了好嗎 你放開我的線可以嗎 不要喝一杯奶茶可以嗎 各位 幫幫忙 用ipad看很smooth Ali Chan說都錄不到 我只可以看重溫 以前youtube比較好 我知道 但我今天用電腦 很好笑 不要勞氣 幫家人問尿酸膏可不可以adapt keto diet 可不可以叫尿酸膏的家人約我見面 又少女心 又少女心是否玻璃心 很囂張 其實我是 對 如果我個人很友善 如果很友善 為什麼你 不適合你喝 不要搞我 為什麼 你怪了 你不要搞我 好嗎 你媽媽要專心地做節目 你知道我們節目有很多人聽嗎 David Conchao 你真是好人 說我lost weight I'm really not very sure Well maybe 但是 10月 10月我會瘦 我也說我瘦到想拿跑 有一天 如果我瘦到的話 講笑一張路詞 或者會 By the way 我昨晚 我很難得 會外出家吃飯 很難得 會跟很大班人吃飯 那一台裡面 昨天 哎喲不要搞你媽媽會 我都說 你講話都不聽 那一台裡面 有男有女 正常人類 地球是這樣 不是男就女 唐人 女人 看得出來 相當富裕 講開一些 Health related的事情 我一講 不要吃早餐 他就馬上覺得 嘩很離譜 覺得不可能 他不是說不可能 他覺得這件事是傷胃 然後 同一張桌子 我們一班人吃 有個外國人 他熟悉的程度 跟我差不多 可能我會比他技術 畢竟我是讀 但他跟我說 他去挑戰 腫瘤科醫生 你有沒有跟別人說 你的患者說 叫他們吃薑黃素 不知為什麼 醫生對著他 可能是外國人 不知是否真的有一個崇陽 美愛的成分 在裡面 有些醫生說 沒有啊 I'll look into it 我講的當然沒有用 人微言輕 這是事實 薑黃素 有超過6500份 障藥科醫學 做過 甚至有效到 你拿著Disk 在實驗室裡的玻璃 放一些細胞 慢慢吐 癌細胞 然後 喂 哎呀 我的兒子 然後你灑薑黃素 那個碟 Disk上面的癌細胞 就這樣死了 死 即場死 問題是 喂 但是 我腸癌 我怎樣打開 我腸灑下去 不行 那你就吃下去 那你吃的量 要夠濃 它才能夠 達到腫瘤裡 OK 我會再講 我會再講 癌症的 這個人 發覺在座的幾個洋人 是熟很多的 即他們是 禁食 輕斷食 他們絕對覺得 什麼是最好的事情 你必須做 你必須做 這就是我們 延伸的 我們在講 然後 然後 在我還沒提起 那個話 Keto之前 他也跟我說 他也是挑戰 總理科醫生 為什麼你不叫人 adapt 這個 高脂肪 低脂肪 低脂肪 還有 我下一句就說 低脂肪 Ketogenic diet 然後他看著我 我兩個會心微笑 即是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 我不是說很多都是這樣 但是 華人社會 還是有一種迷思 即是說 哎呀 食菜生食 傷身 跟著又說 不吃早餐會傷胃 那些 不吃一餐又會怎樣怎樣 哎呀救命 今時今日 現代人 你覺得會不會是因為 吃得太少而病 會有事 Come on 我不是叫你吃少些 我是叫你集中逼迫 剛才不是說過 你平時八點吃早餐 你試試吞 八點半 好嗎 九點了 九點半 十點了 你吞吞一下 你就可以 捱到lunch才吃的了 然後到這個期間 你還要增加你的好脂肪的攝取的時候 你就很自然而然地 是不會覺得肚餓的 為什麼你吃脂肪是最飽肚最頂肚呢 是因為它是九個calorie per gram 你澱粉也是四個calorie per gram 多你一個double 就是帶你三千萬的朋友來 曬冷推出去 所以為什麼我捱到 可以幾天都不用吃東西 如果阿姐看著你 因為我身上有很多脂肪 OK 不只是我是這樣 你也是這樣 如果你把你的體重 我隨便說 我當你是八二磅 而你的身體脂肪是25% 很瘋的 如果八二磅是25% 一般人應該是三十多個% 我當是三十多個性 你想想我們身體裡有三十六磅的脂肪 三十六磅 你知道有多恐怖 多大狗 所以我就說 剛才說阿好好先生 我怕我會低血糖 然後現在就游得這麼快 根本我們的身體是 built for 短時間吃 而短時間吃 就是 必須胺基酸 和必須脂肪酸 對那句 講很多次的例子 就是我們的祖先 睡醒 你猜她做什麼 她睡醒去吃茶餐廳 炒蛋還是滑蛋還是煎蛋 不會 也不會是多士還是餐包 她去打獵 她打完那天 幸好有兔子和鹿給她吃 是全家一起吃 每人吃得幾口 那些人 你看看 考古 分析他們的骨骼健康 是比你想像中健康得多 她們當時死是死於什麼呢 死於細菌感染 死於 肚窩 這種疾病 這些是今時今日 在先進國家 是不會死人的病 明白嗎 所以 不要擔心 你試試吃多些健康 我經常被問的問題 如果 有吃正常餐 然後再吃健康 會不會吃得快些 不會的 為什麼 其實 因為 如果你吃了有糖的東西 再吃健康 其實它會減慢升糖值 應該要吃雞腿 連皮吃 而不是吃沒有皮的雞胸 明白嗎 你沒有皮的雞胸 再加澱粉 再難 是200倍 是平時的升糖值的200% 那是最好 是最好 可惜 在心肚窩上 那些血糖 血糖一升 你的胰臟就要做事 胰臟就要出擊 然後它就會把糖分 堆在肝裡 到肌肉 這樣 那些位置都會有限 那之後就會變成脂肪 為什麼我經常說 用脂肪是一個更乾淨的能量 更加乾淨是因為你不需要經過一抽的步驟 你不需要放壓力在你的胰臟 令你的胰臟需要在每一次你吃東西 它都要在周邊待命 隨時後命 然後就要分泌胰島素 你要知道第一類的糖尿病 糖尿病分A 即1和2 第一類糖尿病是你的身體完全不再分泌胰島素 這個情況當然有些基因 先天疾病 但其實有另外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因為你的胰臟已經疲累 簡單來說 它不再分泌 因為你玩得太殘 簡單來說 你玩得太多和太盡 也有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第二類糖尿病 你吃它分泌 分泌到一個點就永遠都高 永遠都高 細胞的血糖永遠都高 大家鬥高 大家爭持不下 好像香港現在社會的撕裂 那怎樣化解呢 就是你降回來的血糖 怎樣降血糖 你會透過輕短食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我今天還有其他事情說 不過我又一次次發覺 我說完就會 OK 等它說一下 我現在很乖 看你們留意 你們繼續留意 嗯 嗯 嗯 就沒 Dyadoktor 為甚麼變得DyeColor.com 女王臭底BB 是呀 沒錯 Paul Chua Beer Nutrition Facts Carb 3.6g Only 笑了 3.6g Per多少mL 如果是100ml 一罐啤酒 我當作250ml 其實不是 一罐啤酒是300ml 那裡已經是10ml 你肯定想要做嗎 那天你真的要喝水 剩下的時間 連菜也不要吃 救命 不喝甜的東西 那杯是甚麼 你怎知道我這杯是甜的 Sanley說得好 不可生食蔬菜 有哪一本中醫書上有記載 很多都是江湖傳聞 對的 即是如果你 如果你真的 中醫的經典內容 可以參考 但是中醫再好也好 他會不會 甚麼都對 不會的 他的理據說 不要生食 是因為 你吃生的進去 其實我在這節目裡有說過 你的身體的陽氣 要去 溫熱這件事 因為陽氣是很珍貴的 所以你就不想 是虧了那些陽氣 instead of 去溫暖你的身體 以及在你身體裡 做一個 溫暖氣化的作用 譬如食物的代謝 等等 就走了去 整熱些 生冷的東西 所以就覺得這樣是傷身 其實他不傷身的 為什麼不傷身呢 你吃了下去 你的陽氣是會熱的 你明白嗎 他傷的意思是浪費料 所以很多人是一知半解 然後就不要吃沙律 不要吃傷的東西 日本人為什麼會這麼長命 因為他們全部都煎炸 正如鄰近地區 就這個 說沒有米 因為人們炒菜 日本空氣這麼好 當然是吃魚生 日本人那麼長命 當然是因為他們 吃魚生 所以麻煩自己 自己獨立思考一下 這首42磅 我的天 42磅 49歲 199到148 我的天 你跟了一個月 都只減了10磅 你計算了你的Macro沒有 你沒有計算了 我猜了 你怎麼知道你吃得對 計算了才說 好 好 中國人最厲害 她不是在中國 不過她是亂讀出來被人罵 好 弱石亂頭 是呀 Ella瘦了3kg 自從上次見完你之後 瘦了3kg 還是從頭到尾 SORRY在樽頸外幾個月沒有上落 你做了Macro沒有 好 嗯哼 Lillia 最初大約頭2個月有10磅 但是現在第3個月下不了 算Macro 如果算Macro 你跟了也不瘦 你就要見我的 沒錯 Sanley Sanley真的很有水準 你留言 肝腎同源 有時候肝有問題 也是肝功能的問題 所以看整體 不能單看表面 辨證論詞 就是因人而言 沒錯 多謝你 有人成功瘦之後 皮膚鬆了 是沒有的 因為呢 Keto diet 人們的皮膚是會好 是沒有的 如果每天運動都沒有瘦 就算你的Macro 看你發生什麼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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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ley Chan 你一個星期三次運動 是什麼運動 可以分享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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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一定要吃早餐 不吃早餐 上身 行了 經常聽到了 咦 是嗎 Gen Bond after intermittent fasting your acid reflux is gone Totally gone I have bad for stomach I don't think so Gen Good for you man Good for you Next thing we should do is to have your adrenals looked at OK Wait for me 因為我真的想死 我真的很想死 你們 我告訴你 我見珍次官和蕭公子 我都在這兒生 說你們不要找我了 你讓我死了 我現在的功課很大鑊 你知道他們兩個都是教書 那兩個就一念那個不以為然 就說 嗯 怎麼這麼大鑊 我又不怕交功課而已 我們以前那些叫Thesis 要有Citation 現在那些叫Essay 這樣 直到我那天出來 我隔了兩三天就到了 然後我讀給他們聽 說我 那個先生給我的assignment 記住在一個星期交一份 的comment的時候 他們才知道事態嚴重 這個情況 蕭公子立即找了一個博士 是specialize 這一科 當然 去打救我 因為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們會聽那支事態嚴重呢 我告訴你 聽著 聽著 我想你們聽完之後 你們都會同意事態嚴重 以及明白為什麼 我會走你們的數 OK 那個先生就說 叫我要認真仔細去考慮 在中國這個公營醫療 私營醫療的合作模式 他們當中的法律條文 資金來源 系統運作 互相彼此的互動 之餘 再看看2011年2012年 中國大陸的醫療改革 他的有效指標 我盡量翻譯 OK 就是這樣 還有 就是NGO 在公營醫療體制 和私人的醫療系統 裡面能夠扮演的角色 你聽得明白嗎 這是一個禮拜要做的功課 唉 其實我都說 我不介意你給我很多東西 我讀 然後你考考 你教了的東西 我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你要我 這麼廣告 做這麼多研究 是很嚴重的 因為 我再說一次 我正在做五份工 讀三個課程 我其實真的僅僅時間睡覺 睡覺以外 是沒有時間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你聽到 這個整個大陸的 公營醫療 私人醫療 加上NGO 要看法律 資金來源 接著他們的互動 接著醫療改革 怎樣一個禮拜都做得了 接著博士生 救我的時候 跟我說 其實 我這個反應是很正常的 因為很多 這些文章 他還要說得明白 MISS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學術文章 是要學術文章 博士跟我說 其實這些文章 很多 在文章裡面 你要在 怎樣說呢 你要有這樣的 帳戶 你才能進去拿 進去看 即是 你本身 譬如你現在是某間大學的 博士研究生 或者 at least master of 這些 或者 現在是畢業了的 博士 教授 講者 你的帳戶 你可以進去 找個 database 找到這些文章 而不是隨便 Google 可以找到 所以 譬如做節目 這樣 你要準備 準備 這次我真的沒有時間準備 所以 上個星期 又做不到節目 我不是不想做 我熬完九月尾 十月開始 節目會很精彩 但這兩個星期 就會 差一點 沒有辦法 因為我真的沒有時間 OK 好了 給你們一點點提示 我今天唯有這麼說 我今天唯有這麼說 小小的提示 如果剛才幾個 又說自己不太受到的人 可以考慮 你自己有沒有做足 如果你不見我的情況下 你也可以自己考慮一下 你的維他命B集 吸收得夠不夠 維他命B集 有植物來源 和動物來源 為什麼維他命B集 這麼重要 因為它有幾個功能 我告訴你 B集其實是B Complex 什麼叫B Complex 是八種不同的維他命B B1 B2 B6 B12 還有一群 八個 B Vitamins 會幫助身體 把食物轉為糖 同時 你去代謝脂肪和蛋白質 都需要維他命B 去增加那個代謝 那個運行的代謝 還有你的神經系統 都需要維他命B B1 是幫助身體的身體代謝 抵抗力 OK 當你很大壓力 就像我那些 公營醫療 私營 法律 資金來源 NGO 醫療改革 這些 你會需要 喂 停手 你會需要B1 大壓力的人特別需要B1 OK B6 就是幫助你的身體合成蛋白 Sorry B6 是幫助你的身體合成 賀爾蒙 OK 還有 這個 腦內傳導體 所以如果我看到的 Case 即是Patients 她是 腎上腺功能是差的話 我會另外叫她要吃B6 或者就這樣整傳你一個B 雜 因為你剛才聽到 B6合成賀爾蒙 膽固醇也合成賀爾蒙 你膽固醇不夠 你合成賀爾蒙 和合成這個 腦內傳導體 那賀爾蒙和腦內傳導體 關哪一個器官字 關腎上腺 關腎上腺 明白嗎 所以如果你的腎上腺 因為皮質醇高 她已經生不到賀爾蒙 生得不夠 腦內傳導體又是差一點 搞到你有些認知功能障礙 腦字不是很清楚 他人不是很sharp 你會不會有些認知功能障礙 你需要維拉爾蒙 你需要維拉爾蒙 好 好了 幫助你的腦內 訊息能夠傳導到對方 OK B3 和K2 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對心血管疾病 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經常擔心膽固醇 很多人不知道 我講幾萬次 但接下來都會專題再說 膽固醇並不可怕 因為你的肝 每天自己都會製造膽固醇 每天製造三千個 Gram 三千個Unit 我們叫做 的膽固醇 因為你的膽固醇 是需要製造賀爾蒙的 所以你年紀越來越大 你的賀爾蒙越來越少的時候 膽固醇自然要高 但膽固醇什麼情況之下會有問題 不是Good and Bad Cholesterol 那麼簡單 裡面還有一些Ratial 這些東西下次再說 但B3 它就是會防止動物的硬化 它也會防止到你的膽固醇被氧化 什麼情況之下膽固醇會被氧化 就是有糖的情況之下會被氧化 有氧化植物油的情況之下會氧化 可以嗎 明白嗎 所以我經常叫你們 不要煮東西 不可以用芥花籽油 粟米油 花生油 大豆油 不要用那些油 只是煮東西的話 用椰子油 牛油 鵝油 豬油 都可以的 用飽和脂肪去煮 可以嗎 可以嗎 OK 好了 還有 Folic Acid Folic Acid Folic Acid 是維他命B集之一 就是幫助胎兒 即是葉酸 大家知道它的名字 葉酸多一點 葉酸就是幫助你的寶寶 生細胞 還有DNA RNA OK 好了 大部分的B集都安全 因為你吃多了 它排出來 如果你發覺你 肥嘟嘟 受不了 可能是你的MACRO 你沒有計算 所以其實你是 蛋白質也吃得太多 脂肪也吃得太多 而你的脂肪也吃得太多 而你的脂肪也不夠低 可以是這些原因 所以MACRO也要計算 另外一個原因 當然是你的活動量 原來你全日都不動 你在石化 OK 第三 可能是維他命B不夠 都有這些原因 所以 都是那句 因人而異 每件都不同 不要再迷信這個世界 但是有一件事叫做Miracle Drug 一件事吃了之後 就會很好 包括MACRO 或者淫陽霍 或者洪景天 或者人心 上一集都說過 每件事都有禁忌 不是什麼東西 都可以吃 飯都可以吃 OK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